往东山再起,但是遭受挫败 缅甸军人政府在今年5月提出举行大选 结果由主要反对党压倒胜出 军方不但拒绝交出政权 甚至是拘禁了一些反对派人士 最近反对派获得游击队的支持 组成临时流亡政府和政府对抗 菲律宾7月的7.7级大地震造成几百人死亡 度假性地逼饶,有四间豪华酒店倒塌 对外交通中断 当时有五十几个香港游客在那里 最后都能够安全回香港 承接着1989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可以说没有很多令人特别兴奋的消息 不过都令我们知道世界的现实 不是好像想象当中那么美妙 我们需要加倍的努力 才可以迎接更美好的新的一年 节目时间够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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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透过传播媒介来达到一些目的的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 不如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年的片段 然后给观众自己拿一个评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当双方专家小组准备召开会议前半个月 港府突然宣布起基建计划的重要部分 青马大桥 很明显这个干线就是整个工程计划 成功与否的锁匙 设计和兴建方式在策划落成和刑办方面都是确实的 另外呢 比起专利承包方式 可以提早六个月至九个月动工 中方认为港府有偷步之嫌 当时的港澳办公室主任姬彭菲 就曾经批评港府在搞小动作 正当机场专家小组商量 几时召开第二轮专家会议的时候 新上任的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 就多次评计这个计划 我希望香港政府能够把真实的情况 给香港市民都讲清楚 他给我们怎么讲的 也向香港市民怎么讲 就是他准备这个储备怎么用 才能储备怎么用 要花多少 到97年还剩多少 能够向香港市民能够讲 究竟 我们北京话叫做呼噜人 这不能呼噜人 这要向香港市民把情况都讲清楚 真实情况要向香港市民讲清楚 让大家都知道 每个香港市民都将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不能够这么呼噜人 这么呼噜过去 那我不明白 请他给我解释 我不明白 我们一早已经讲过外汇基金 就和机场财务方面完全没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外汇基金的作用是用来做什么 当然我们自己的储备基金 主要的目的都是要来供我们 譬如有基建建设或者其他公共设施 所以用作这个用途是很正当的 香港市民还在消化财政储备 和外汇基金用途的时候 和香港经济有密切关系的汇丰银行 就变相迁册去英国 但是用重组来都代替迁册这个字 虽然汇丰董事长葡伟事不断强调对香港有信心 但是他也承认香港面临一个前所未见的宪法地位 为了要顾及海外投资者对九七问题的看法 唯有这样做 Well, we are an international bank We cannot ignore the views of people outside Hong Kong If we are going to grow our business If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business in Hong Kong We must be aware of how we are seen by other people I have been trying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repeatedly publicly to express my views and support for Hong Kong and I will go on doing so 虽然港府刻意把汇丰这个决定讲成只是商业决定 又说不会影响港人信心 但是中方显然不同意 说汇丰只是懂得享用特权 而不想承担责任 港府更加表示支持这个决定 实在使人怀疑 他有没有尽度在过渡期间保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责任 像汇丰这个银行你们也都清楚 像他这样的一个银行 他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他应该完全了解可能引起的影响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 在97年之前 应该是英国政府负责香港的发荣稳定 站在英国的立场 当然可以振振有迟惑 已经尽力保持过渡期间的稳定和繁荣 好像在国会通过国籍法 给5万个香港家庭取得居英权 使他们可以安心留在香港工作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不过中方大肆评计居英权方案 如果说有了居英权这个问题 才能够保持繁荣稳定 那么我的看法正好相反 这个问题可能使得香港内部造成一种分裂 引起不稳定 你当年我们要港人治港 不是英人治港 最关键的是这个问题 将来我们要港人治港 香港人自己来自己管理香港 不能都变成英国人 把英国人继续来管理香港 对不对 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在《基本法》里面有讲 就是在政府职位里面 将来特别行政区 政府职位里面 有些一定要是中国接地做 中国公民来做 但这些职位 总数大概是三十个不上下 三十个不上下 那么我们一定要明白到 这个计划就不是强迫性的计划 在政府职位里面 也有很多 如果他有很多可以不申请 如果他对于政治野心的 或者自己想继续在这个特别行政区 继续工作的时候 他都可以不申请 如果他觉得申请之后 将来他看见 中国政府和香港里面 在一个前途 在香港做更加好 或者他可以不要都未定 是不是 事实上 中方对另一条 由港府草议的人权法案 也都发表过强硬的声明 中国方面认为 这条法案可能抵触《基本法》 不过港府就认为 他们在草议法案的时候 已经有考虑到和《基本法》涵接 这个应该由中央双方 经过联合联络小组进行磋商 没有经过和中国方面磋商 单方面搞一条人权法案 条例草案 并且还要公布 这是不妥当的 中国方面呢 对这个保留做出反应的权利 We want to bring in the Bill of Rights and we think it is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what's in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law because if you remember both of those documents provide for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s to be applied to Hong Kong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but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views on it on the details of it then of course we'd be very willing to listen to them 其实中英双方 在《基本法》的政制部分 就涵接得天衣无缝 自从开始《基本法》草议以来 政制部分一直引起 中港之间的很大争论 今年初政制专题小组开会 在各方面争取最后冲刺的时刻 由于新香港联盟所建议的 一会两局 突然间受到中方草委的垂清 中间派 工商派和民主派 形成了组合对抗 不过 在中方草委大力支持之下 由一会两局所衍生出来的 分组点票机制 仍然往得通过 而在直选议席方面 原来中英双方一直都在秘密协商 终于达成协议 港府在九一年引入十八个直选议席 而《基本法》就列出将来九七年 立法议会的直选议席 不会多于十八个 中方草委话文 中方草委话文 港方草委可恥 中方草委话文 中方草委话文 港方草委可恥 不过 参加抗议基本法的人数 和参加纪念六四一周年的人数 就相差很远 估计参加六月三日和四日集会 和烛光晚会的人 就超过十万 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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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河安 尴尾 尖 天天在那遊行,怎麼樣,天天反對什麼,一黨專政,就是反對獨裁,甚至於說是親手,是吧,這個,說說說說是,你們知道吧,說說沒親手,你們知道吧,知道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覺得香港是一個反對獨裁,是吧,香港就是一個反對獨裁,我看就很像個基地,這一次就很像個基地,是吧,很像是一個基地啊。 你們,我剛才說了,你們可以得冠軍啊,這一次,全世界鬧的,你們鬧的最厲害。 你們那都是最厲害的,全世界,我注意了。 六四事件牽連甚遠,連同趙紫陽有密切關係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團也都被波及, 他退休之後,通過香港拿到旅遊簽證,經香港到了美國暫住,他曾經跟香港一些新聞界話,彼此不見面,仍然是朋友, 想不到這句話果然應驗,他一去到美國之後,就再沒有跟新聞界來往,過著半隱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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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ve 。 。 雖然財政司在財政預算案表明無限期各自徵收銷售稅, 但就建議增加12項間接稅, 擴闊稅基, 為港府增加39億。 財政司這個做法, 勞工界批評是劫貧負負責。 財政預算案公佈之後, 直接引致小巴、的士和石油公司先後加價。 市區的士起飆收費, 由6.5加到8元, 而石油產品就連續加了兩次價, 汽油由年初每公升5.2加到6.2, 及後受到中東危機影響, 油價在8月份連續調升3次。 跟年初比較, 電油和油渣的價格增幅分別是4.5和3成。 而在百物騰貴的情況之下, 稀事顧問公司和人事管理行會做的調查都指出, 由於本港經濟放緩, 可能會影響到私人機構的盈利能力, 所以建議明年的加薪幅度, 應該低過通脹率。 今年普遍的加幅就會放緩, 跟去年比較可能會低一點。 而另一件事就是, 生活指數的部分, 就有些公司可能會低過風漲率。 很多公司在1989年的時候, 除了每一個周年的加幅之外, 都給了不少的額外的加薪。 在1990年的時候, 這個現象已經退減了很多。 這表達了一個很簡單的現象, 就說薪酬幅度的增幅, 已經是一個放緩的現象。 香港僱主聯會更加向會員發出指引, 建議明年加薪的幅度, 低過通脹率兩個百分點, 即是百分之八, 調子和政府如出一切。 港獨為順著時, 10月底立法局會議上面指出, 本港面對經濟放緩, 僱主在決定加薪幅度的時候, 要謹慎考慮, 避免對已經高企的通脹構成壓力。 而報政司霍德著時, 就更加具體地講到 今年公務月的加薪幅度。 公務員不滿之聲, 此起彼落。 其實較早時候, 公務員工潮已經一浪接一浪, 從未平昇。 警務人員為了改善待遇, 四個警務人員協會的代表, 甚至到英倫請願。 四個會也將會派出兩位成員, 是前往英國外交部, 處理香港事務的次官, 就目前, 香港各警隊, 香港警隊各職級的人員, 過往和現在或者將來所面對的貧困, 是告訴有關的外交事官知道的。 警隊和港府一度對立。 我們在每個案件中就不及可負責 提供利貸, 由政府公務員工. 政府公務員工. 政府公務員工. 現在非常貴重, 我們現在要看 似乎在相關的部門, 之間的部門, 並且是因為服務員工. 並且是我們要看到 平衡的形象, 任何時刻需要在任何時刻。 它不會說, 我們必須必須, 在每個案件中就不及 所謂的建議, 即是從警察, 及後港府調整紀律部隊原作級薪酬的時候 警隊加幅高過其他的紀律部隊 警隊不滿稍微平息 但是就導致四個紀律部隊示威遊行 要求港督重新檢討加薪的幅度 在中秋節第二天 懲教署、消防署、海關和警署四個紀律部隊 中共五千個優班隊員一齊到報政署和港督府請願 根據新的新級表 一個中學畢業的警員 在做滿六年 他可以等於我們紀律部隊的NCO 即隊幕或者俗稱是沙剪的人工 那你叫我們怎樣做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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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好 有些僱主就聘用非法勞工 部分為了省錢 還在出糧之前報警 利用警方將非法勞工拘捕 情況以地盤罪為嚴重 特別在九月 警方差不多每天都出動到地盤搜捕非法勞工 上車 上車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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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再發生 港府保安科決定加重為例雇主的刑罰 在必要時候 甚至會檢控承建商 另外港府減於申請輸入勞工的數目 比原定的一萬二千多個高出三倍 以及要應付明年開始的基建工程 決定彈性處理輸入勞工的申請 以及不再硬性規定外地勞工必須具備特定的技術和經驗 可能在未來幾年輸入六至七千個勞工 港府這個決定引起勞工界強烈不滿 空氣模式可出 Kang Partners 讓香港工人拜滿 香港請餐廳 his company 口掩法官私有勞工 口掩法官私有勞工 好向香港工人拜滿 香港買熱不滿 港府立進入國負治勞工 反對莫自民意 反對莫自民意 幫幫忙致命 將ир百εται 日立全新excitingEX電視機 創新LSP立體感超畫質 JSS現場錦音響系統 時停新典範 excitingEX 日立牌 青島啤唱燒全球國際口味 青島啤看到你就想喝 青島啤認真救啤酒味 要知道國際口味請喝青島啤 法國洋酒區著名的柏特樹古堡 以前是貴族府邸 現在各地遊客都住宿這裡 來到古堡的酒店記得彈酒 不過還要記得帶Visa 因為他們不是每張卡都收 但是一向接受世界最受歡迎的Visa Visa天下在握無處不達 靈霄衝刺破風飛池 就算更快更遠角度更刁鑽 萬能達Dainas一樣捕捉得完美無缺 他的超高速自動對焦和超廣闊對焦範圍 捕捉深愛景物自然更全身更吸引 Dainas 在如理薄冰的財經世界 全港只有一張中文報紙 獨家每日同步刊登 英國金融時報 一切財經資料及權威評論 同樣粉紅色紙印刷 這張是新報財經 看新報財經世界精確掌握 MING PAO TORONTO TORONTO 東元果仁湯家頓 果仁中之極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年香港發生了幾宗令市民和警方震驚的劫暗 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今年2月在九土山漁所附近被人打劫 9月份屋頂掛著警隊旗幟的警務署長官邸亦都被人打劫 4日後更加人扔汽油彈入跑馬地警署停車場 燒爛了兩架警方電單車 今年持槍行劫案亦都大幅增加 中共有近400宗 比去年全年多了三分一 平均每日都有持槍劫案 很多香港的犯罪分子利用目前中國的開放 香港和中國方面那麼大的邊界 以及非法槍械在中國方面比較容易獲得到 他利用這個情形跟中國大陸方面的犯罪分子聯絡 或者邀請他們來香港發案 黑槍增多了 那些賊就算是打劫檔鋪和便利店都用到真槍 而在中區發生的幾宗警匪槍戰 更加有無辜的市民重彈死亡 在這個月尾廟街發生警匪槍戰 還有一個警員喪生 還有一個警員喪生 那些警察是絕對決定要上升 我們在香港的街上不能有暴力 我們必須每個努力去拯救 這件事 今年牽涉黑社會的罪案也頻頻出現 年中官堂麗港城賣樓 幾百個手帶白手套來做適機的人 集體到場搗亂 企圖霸位賺錢 警方接報到場 要動用三百多個防暴警察 驅散知識分子 要動用三百多個防暴警察 驅散知識分子 要動用三百多個防暴警察 事後更有三百多個防暴警察 公然開記者招待會 投訴被警方毆打 隨後幾次賣樓 還先後出現過飲館檔 和白頭筋檔到場搗亂 九月份 洪欠一間私人會所發生縱火案 燒死了六個人 警方相信也和黑幫仇殺有關 幾年前 警方解散了那個反黑組 就認為沒有問題了 但如果你看回麗港城那件事 一個黑社會的人 居然可以這樣出來 記者招待會 這個根本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港人可能以為警察一部 是沒有反黑組 其實反黑的行動 就是在總區 在警區 在總部裡面 三方面一起進行 而為了對付嚴重罪案上升 警方就採取了連串稱為 黎庭數月的特別行動 多次動用過千名的警員 一連幾日大規模突擊搜查多個罪案黑點 這些看到警方便在街上 我來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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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這邊 你去哪裡 我來這邊 請他們坐在一起 你坐過來 警務人員更加用行動表示士氣無低落 這個時候尤其是東方的時候 如果我們能夠主動去取消休假 或者不申請放假 或者是主動去接受警察的工作 我想這個是時候 很明顯警方連串行動的確對匪徒有打擊 但是罪案數字仍然上升 偷車案就幾乎每個小時都有 破了歷年的紀錄 但是今年頭11個月 就總共有6000多架車報室 已經比去年全年多出1000多架 我看到報紙偷車很嚴重 但是今早我坐在警察局 就聽見他們不斷有偷車不見 只有今早我坐在那裡都7、8架 所以我覺得警察士氣不是不好 是賊的士氣太強 即使是市政局主席霍士傑的座家 亦都在政府停車場被人偷走 多位立法局議員座家亦都被偷了去 雖然警方曾經多次進行反偷車行動 突擊搜查多個停車場 還有一些懷疑是匪徒用來藏車的地方 但是收效不大 在年尾一次行動 警方更加出動到飛虎隊 海陸空包圍還開過窗 不過只是拉了四個人 找不到塞車 偷車的人是可以很快去偷 但是我們慢慢要跟得上那班人出來 和跟到他們怎樣去處理這些車 是相當時間的 其實中港走私活動槍決 是造成偷車嚴重的主要原因 飛虎利用等船或者高速快艇走私 快艇很多時裝了雷達和防彈鋼板 加上馬力有成一千匹 比水警快艇馬力大一倍 警方根本追截不到 而在今年年中 更加有水警在緝私行動當中 被快艇撞落海受傷致死 政府後來雖然立例嚴格控制 發牌給高速快艇和禁止他們在夜間使用 但走私活動仍然頻繁 據海關的資料 今年總共發現三百多宗走私出口的事件 比去年多出一倍 而中港兩地都相信 可能有中方官員參與走私到內地 具體情況要查清楚以後才能夠說 是吧 不能夠冤枉別人 是 但其實有部分可能會做 我估計會有 查清楚以後 我們在情況下會告訴大家 中港都認為 必須加強關係才能夠成功倒截走私 不過今年年中發生的 踏石各國走私船事件 就令人懷疑中港兩地在這個問題上是否合作 在這次事件 有兩個警員在偵查走私案的時候 被中國公安人員帶到射口扣留 經過港方和內地交涉之後 當晚再經深圳回到香港 不過警方所借的等船 和船上五個船員和私貨就被中國當局扣留 這次事件當中 中港雙方都各執不辭 處理保安司 閃德勤在立法局重申 走私船事件是在本港水域發生 港府已經向新華社提出了抗議 這個事件當時是在本港水域發生的 而中國那方面是已經被通知 我們得來的證供是由水警 當時在場的水警給我們的 和證供裡面都包括那兩個臥底探員 就是那兩個在五月三號回來香港的探員 第三我們有相片為證的 這相片也都是給了新華社的了 不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就指責港府歪曲事實 說事件是在中國水域發生 最後事件終於要由英方以外交途徑 和中方商討 這五個被扣留了27日的船員 才獲釋返港 但這件事始終沒有碎落石出 中港雙方也都沒有再澄清 對警方來說 要應付這麼多的罪案 工作已經很沉重了 而越南船民問題 就更加令到他們百常加根 今年內百石和石江船民中心 都曾經發生多次騷亂 警方每次都要派大量的人手應付 現在一邊要打得出場了 Cornbots在那裡 我上車頭 不行 我上車 好 易小 圖 另外多個船民中心都有船民外途 好像白石營那樣 外途的船民不單止妖民 更加要警隊派出幾千個機動部隊 如臨大敵來應付 藝胸?出名 尤其年輕人對他簡直瘋狂 我也是他的優良產品 有賞為證 從遠到近都這麼sharp 反應問節 有了他當然開心一點 是嗎?我老爸? 我在說魏康輕便相機 拍照?記住帶著老爸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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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新墳 是屬甲駭中止 掌握 Satchi 的地位當然重於一切 熱蝕追求人生所有 Satchi 意大利疲居世家 新華星馬泰 帶給你多姿多彩 前所未有的旅遊享受 令你尚 跟你尚 又換更開箱 新華 新南進南以國風情 在天在天更多歡樂 令這氣愉快的夜 上在我新華 新華 新華 要有很多年的經驗 才可以有今天的成就和風格 東方標行 擁有這些標準極品 又可以陪著你掌握時間的永恆 東方標行 與大眾分享永恆 將環迴激盪的劇院式音響 帶到你家裡 道比環迴立體星國際線路大電視 聲鼓首創獨一目二 這一節我們就說說政府在施政方面的問題 根據聯合聲明的規定 港府是有必要維護香港的繁榮順利過渡的 而中方在這個時候 就對港府的政策不斷公開提出批評 有人就認為這樣會增加政府施政的困難 其實即使中方沒有提出意見 港府的內部事務也都未見得順利 要在有限的資源之下推行多項新的政策 結果就聽到很多反對的聲音 一再延遲成立的醫管局 終於在今年年世 醫管局成立 原意是通過行政改革 更加有效運用資源 改善醫療質素 不過一直爭論的員工轉制問題 其實還未解決 現在兩方面的基礎沒有的 保留公務員身份 他不可以保證我們不受影響 不受損失 第二方面 將來的服務條件 他不可以保證我們 告訴我們 我們受不到影響 所以在兩個不成熟的基礎上面 政府現在提出這個過渡安排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倉絕的安排 再進了極大的努力 也都可以說大幅度的 也都是最後的讓步 就是想自在 想吸引更多同事 就入醫管局 當然時間性 我相信有人告訴我 他說夜長夢多 假如你既然有決心來做 不如發派取早 何必拖呢 政府急於成立醫管局 也有人懷疑政府 是不是想借改革 將醫療承擔轉嫁給市民 要市民自己買保險 除非政府有一個很大的承諾 要支付將來整個醫管局的一個費用 否則醫管局沒有辦法運出得到 不過港府保證 沒有人會因為沒有錢得不到醫療服務 在香港 沒有人因為沒有錢 而得不到醫療服務 這個是確確實實 是我們歷年來的政策 也都不是因為成立醫管局 你更改的 王前期連說 為一配合醫管局的成立 港府有意設立中央醫療保險 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市民 但這項保險計劃 最早要九二年才可以推行 至於政府在社會福利的承擔 也都受到質疑 九月公佈的社會福利白皮書 對未來十年的社會福利發展 有詳細的勾劃 報告說到一九九九年 社會福利的開支估計達到七十億 比這個年度大幅增加一半 不過港府就不肯正面回答 會不會承擔額外的開支 而有份制定社會福利白皮書的 政府工作小組秘書王游善喻說 將來政府會承擔多少開支 還要立法局裁委會通過 這次在白皮書初告裏面 就列出的就不是說 列政府會在二千年撥這麼多錢 而是說如果我們要實施初告裏面的建議 我們估計以今時今日的價錢 到二千年就需要政府要花這麼多錢 白皮書公佈之後 不少壓力團體就到港督府請願 說社會福利政策並沒有實質的改善 港府今年來的房屋政策 最大爭議的地方是政府 是不是真正想協助市民 令居者有其屋 房委會在年底公佈會出售部分 五至十年樓齡的公屋 希望在未來五年 達到三億八千萬的收益 我們主要是希望從79年之後 Y234營的大廈和商連營的大廈 和在其後模式的大廈 打算可以作為一個賣給住戶的根本 但問題是另外一些專家小組委員會 所建議的準則就是 那座大廈需要有50%以上的租戶 表示有興趣買 我們才會售賣 還有我們希望售賣的樓宇 已建築了五年左右 對於房委會這次宣佈會出售公屋 社會輿論就相信是和房委會 銀根短缺有關 對這項傳言 房委會主席鍾日傑就否認 這項傳言已經開始了很久 之前我們遇到一個賣給住戶問題 而原因是不因為賣給住戶問題 而原因是因為 超級興奮的想法 不過最近一期的居置就價昂貴 最貴的單位要99萬 發表申請人根本賣不起 我們沒有能力申請他們太貴了 因為不用吃飯 我發表申請 我考慮過那些太貴了 就付得不起 另外港府在九月底宣佈無限期 各自為甲心階層提供的房屋資助 港府是否貫徹照顧中下階層 更加受到質疑 年底發表的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 夜裡最大的爭議是教學語言 報告建議所有中學在下個年度 選擇用母語或英語教學 同一間中學之內 亦都可以將母語教學組 和英語教學組實行分漏 報告書認為 有七成中學應該選擇用母語教學 但教育的人士就擔心 現在香港還是重英輕中 選擇用母語教學 就等於降低學校的級數 亦都收不到比較優秀的學生 學生將來入讀專上學院 機會亦都不及其他英文中學的畢業生 港府的電信政策 今年亦都進退圍攻 在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 不能夠私下解決紛爭的情況之下 港府曾經希望協調 保障有線電視的權益 政府已經是兼顧到的 但希望能夠從保障之中 又不妨礙衛星的新科技的發展 同時正如我剛才所講 他們是可以相負相成 和他們應該的主要對象是完全不同 所以就不應該會有利益的衝突 不過港府並不能夠順得過程 又不失數二 有線電視在十一月放棄經營 市民期待了十八個月的大計 煙燒雲散 而港府當初也都沒有訂立到賠償條款 香港人享用有線電視的權利 尿尿無奇 至於衛星電視 行政局在這個月中 通過給和王集團為首的財團 開辦七個頻度的衛星電視 條件是和王衛星電視 不可以播放針對本地市場的廣告 另外港府一年 美也批出了第二個商業電台的牌照 比以和王為首的工藝廣播公司 在明年四月左右啟播 至於困擾香港多年的越南船民問題 在今年仍然得不到大的進展 濟港船民人數到年底 仍然維持在四萬多 等候其他國家收容的難民就有八千個 而參加非自願入不反對遣返的船民 就只有二十三個 對實際的船民問題幫助不大 在國際難民會議上 爭取取消第一收容港角色 爭取自願遣返的政策 都得不到美國同意 船民問題一直處於膠著狀態 年底一百一十一個越南船民 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案件 更加使難民政策一波三折 動搖了司法獨立的傳統 那班船民年半前 原本想經香港去日本 但港府沒有為他們補給 還扣留了他們 他們控告港府非法拘留 要求頒發人身保護令 在最高法院審訊勝訴 不過人民入境事務處 以非法入境的名義 將他們再次拘捕 我用來使用我的法 秘密財 但你不是說不定的 你不是說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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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不定的 你不是說不定的 你不是說不定的 是說不定的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發展自行機 發展自行機 由於我們的國際 發展自行機 由於香港的 還有一份 這件船民控告港府的事件 在這個月初峰回路轉 港府和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 同時確認他們是難民 可以等候移居外國 事件表面上平息 但事件亦都反映出難民政策 和司法制度 以致執法制度並不協調 另外今年發生了多宗倒樓 和倒閃蓬的事件 引來對危樓的關注 上環一棟舊樓有半棟倒了 一個徒人被摘死 土瓜灣唯一工廠大廈的石屎 閃蓬倒下來 更加造成六死七傷的慘劇 12月22日 南昌加加藍子公寓 發生了四級大火 亦都因為火場有太多的簽建鐵籠 影響了灌救 加上升降台截斷 造成六死五十傷 文化大廈的機器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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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事件之後 當局才說要管制這類公寓的防火設施 這個節目的時間就夠了 在這裏祝大家新年進步 再會 一九九零本港大事回顧是由 Nikon全自動輕便相機 Satchi意大利疲懼世家 新報 東元果仁 靈智豪華房車 Visa International 烏龍杯麵 永明長子及地毯 青島啤酒 廖創興銀行 美國新秀麗旅行行 香港日立有限公司 東方標行集團 學聯旅遊中國賀歲團聯合特約播映 各位觀眾 波斯灣在五個小時之前正式開戰 在過去五個小時 這個國家的戰機轟炸伊拉克的主要軍事目標 順利完成任務 並且是全部安全返回基地 在整個攻擊行動之中 並沒有遇到伊拉克的空軍抵抗 不過伊拉克就向沙特發射過幾支蘇製飛無腿導彈 但是全部都在空中被摧毀 或者是打不中目標 有關盟軍今早出擊的情況 由楊明龍報道 美國和多國聯軍的空軍 是在當地時間凌晨2點45分 即是香港今早7點45分開始 空襲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內的各項軍事 和重要工業、通訊設施 這些是美國空軍、飛機 在航空母艦上面起飛的情況 美軍今次出動空襲的主要就是F-15戰機 記者在當地凌晨1點 也都在沙特最大的美國空軍基地 拍到百多架F-15E一批一批地起飛 那些飛機下面全部是掛了炸彈、大炮和空隊空導彈 也都是掛了後備油箱 顯示是長程飛行 而英國派著沙特阿拉伯的旋風式戰機 也都是有加入轟炸的行動 除了這兩種戰機之外 美國最新式的隱形戰機 也都是有加入轟炸的行動 另外 部署在紅海、地中海和波斯灣的美國戰艦 也都是有發射戰斧式巡航導彈 襲擊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內的各項目標 據留在巴格達市內的外國記者報道 巴格達市內是多處見到火光 哥倫比亞廣報公司的記者 在無線電話裡聽到巴格達市響起警報聲 他知道巴格達市的天空是出現一片紅光和閃光 防空炮火不斷向上發射 市內政府建築物是冒出龍烟 巴格達國際機場、電台全部中彈 伊拉克電視台播出一段消息 說伊拉克受到襲擊之後就停止廣播 美軍的空襲行動在當地時間凌晨4點左右結束 全部安全飛回基地 美軍的第一輪空襲目標主要是伊拉克的空軍基地 空防設施、導彈基地和通訊中心 其次美軍的目標就是伊拉克的生物、化學和核子工廠 此外就是伊拉克的煉油廠和兵工廠 以及其他重要的工業設施 現在知道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港和伊拉克西部的飛彈和空軍基地 全部是受到襲擊 在歷時一個小時的第一輪攻擊行動裡面 美國戰艦是發射了大概100枚戰斧式巡航導彈 美軍在進攻行動之前是用電子干擾伊拉克整個空防雷達系統 令到伊拉克不知道有突襲 所有伊拉克空軍在聯軍襲擊之下已經是全部被殲滅 美軍說空襲行動最少是會持續三天 而伊拉克就在聯軍發動空襲之後兩個小時 發射了四枚蘇製飛無腿式中程導彈 目標就是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東部 不過這些導彈全部在沙漠墜毀 並沒有擊中任何目標 其中一枚是在沙特首都利亞德附近爆炸 暫時不知道一些飛彈是裝了什麼彈頭 無線電視記者楊明龍報導 伊拉克在受到攻擊之後 將近五個小時播出了總統薩達姆的講話 說戰爭終於開始了 美國總統布殊已經犯下離天大罪 又說歷史會證明伊拉克是強大的 一定會戰勝 這個是神的旨意 不過在巴格達的西方記者就懷疑 薩達姆的講話是預早錄定的 美國總統布殊在正式開戰之後 兩個小時發表全國演說 解釋今次的軍事行動 布殊說 是在所有和平努力和制裁武效之下 決定開戰 以摧毀伊拉克的核子潛力和化學武器 恢復科威特王朝 主要總統的目標